灯塔工厂里没灯塔,那啥是灯塔工厂 两分钟生产一台汽车,一秒就能产出百个家电 这就是神奇的灯塔工厂 灯塔工厂又被誉为世界最先进工厂 代表着工业领域顶级的智能制造能力 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名单里 新井21座制造业灯塔工厂中有12座在中国 位于江苏省泰仓市的江苏宝洁有限公司 作为灯塔工厂其中一员 率先实现了全方面的高精度监测 当企业装上智慧大脑,每天可以生产300台 最快两分钟下线一台汽车 单日可处理500笔智能计算设备订单 节省人工的同时提升了效率 现在当我们接到来自全球的订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系统自动排产的方式 以最精益的这种排产方式来给车间下发排产指令 当我们的这个车进入到实车造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iMap电子地图的这种方式 把这台车的配置实时展现在我们的操作员工面前 这样的话我们的操作员工即使造不同的车辆 他也知道对应的零件需要装哪些零件 对应的操作工序是什么 以前我们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指质板 进行对诊车的一个配置进行检查 然后现在我们是用一个这个BeakMS 然后上VM进行识别 我们就可以用推送来进行对诊车进行外观检查 我们一线的一个生产效率的设计 有哪些环节存在一些瓶颈 或者是超出它的一个目标值的情况 然后最终兴盛到我们的一个智慧驾驶商的一个平台 所有的工厂级的一个厂长 他们会实时地了解到我们生产的信息运营的状况 然后它会更好地去协助我们去解决一些产现的问题事项 在卡奥斯创制物联合肥互联工厂里 记者看到人机娴熟配合 空调冰箱袭机的大脑正在被孕育 按照1400万片年产量测算 每一秒都有100多片智能控制器下线 相比于传统工厂 灯塔工厂体现出它的优势 传统电子工厂存在设备的一个缺乏正能化 质检效率低 质量齐收难的一个痛点 通过卡奥斯自研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光学检测 产品募告率能降低至0.3% 产品的一个通过率提高至98% 质检效率提升了一个66.7% 人员成本节省了70% 作为国际第三家 国内第一家入选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的钢铁制造企业 宝钢股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汽车高强钢 取向硅钢 高等级家电用钢 能源海工用钢 桥梁用钢等高端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第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智能化 那么在智能化的技术上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精益化 智能也实际上对精益生产的要求非常高 实际上属于智慧制造 特别是大数据的这个能力上来过后呢 给了我们更多的去做精益生产精益制造方面的一些空间 那么第三个比较关键就是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数字化 这通过数字化来对我们的管理的流程 业务的流程 体系的流程继续改进 这是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 传统制造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其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加速增长更加稳健 未来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正在形成更多能够引领产业升级的新动能